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说 这个IP的DataGram 在Internet上面 到底是怎么样被deliver 怎么来传送 我们这个图里面 我们假设等于说 我们在上面有一些host 然后有一些router 然后也有一些wain wain是所谓的广义网路 就所谓的Internet的比较大的这一块 然后周边这些lan 就相当于所谓的assess network 就比较算是边边,周边这一块 然后我们假设 现在我们这个host的A 在左上角这边 它要把一些风包丢给这个host的V 在右下角这边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说 因为我们中间会有很多这些router 所以我们的路径可以这样子走 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走 也可以这样走直接 所以在这个图上面 我们也看到说 网路是有一点点脱谱 会有很多回路 所以我们的路线也很多 接下来我们就用动画的方式 来跟各位解释说 我的风包 假设要从A送到B 我们到底怎么送的 我们看一下 首先这个A它就把风包准备好 然后把自己的IP放上去 然后把B的IP也放上去 然后接下来它就送给它的router 然后风包我们就看看 它每一个风包走的路径 我们特别强调是不一样的 就是internet本身 在传送我们的datagram的时候 我们特别强调就是每一个datagram 它都被独立的process 就是说router在处理风包的时候 到底会走哪一条路 这个路径是会随着网路的状态做更新的 就是说这个router跟router之间 我们说它们会定时或者不定时的交换 这个网路的状态的情报 最后它会把它造出一个routing table 或者叫做falling table 这个table的内容就是它会随时更新 router本身就是根据这个table 我们讲风包进来查表 然后转出去 当我这个routing table的内容变更之后 我可能就会走到不同的路去了 就同样的source 要送给同样的destination 可是它的走的路线可能就会不一样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风包也正在上面跑 我们看看 比如说红色的这个风包 它就走这条路 这是红色走的路 我们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蓝色的风包 我们注意看看 这个蓝色的风包 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好 这个蓝色的风包进到这个router 这个router 进来之后我们发现 它出去的这个风包 这个蓝色的好像变成比较小了 比较小 那就是因为它做了fragmentation 就这个蓝色的风包在这个router 它被切割了 被切割了 好 那我们特别注意到 被切割的小片段 每一个还是一个独立的 所谓的datagram 每一个被切割的小片段 还是会被独立的所谓的转送 也就是说一个大风包 假设切成三个小风包 这三个小风包还是各走各的路 三个小风包当然可以走一样的路 也可以走不一样的路 然后在我们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有一些小风包 它是走这样子到b 那有一些它就走这边的路径到b 都可以 就是说每一个风包 都是在internet上面 都会被独立的转送 独立的router 独立的process 好 那我们也可以想象到 因为这个被切割的小风包 它可能就散掉了嘛 走不同的路出去了 所以这个把它组合起来的工作 就不应该放在中间的router 就是说你这个router 可能会看到一个小风包 可是另外两个可能走别的路去 所以中间的router 基本上是不太有机会 把整个小风包通通收起来 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各走各的路 好 那你即使说这些小风包 真的刚好全部到同一个router 那你把它组合起来 好 等一下router要转到下一个网路的时候 说不定你还要再切一次 所以在中间的router 把这个小风包组合起来 这件事情其实是不够有效率的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风包组合的工作呢 就一律放到我们叫做destination 最后的目的地再来做这个风包的组合的工作 所以在这个动画里面我们就看到说 风包第一个走什么路径 完全看router 那router到底怎么决定风包要往哪里去呢 那是因为它有一个routing table 而它的routing table怎么来 是因为它有run routing protocol 就是router跟router之间 它们会互相的交换 然后让一个router大概知道这个网路的架构 然后它就会算出来说 到底你要去哪一个网路 或者要去哪一个destination 我应该走哪个port出去 就这个routing table 或者falling table 然后风包进到router之后 如果有必要的时候 它可能会做fragmentation 做切割的动作 那切割后的风包 就独立的被送出去 可能各走独立的路 那最后呢 再到这个我们讲最后的目的地 再把它组合起来 但是我们也特别强调 任何一个风包 进到internet上面 都有可能会loss 因为router可能因为网路的阻塞 会把风包丢弃 那丢弃之后呢 internet本身 我们说它是unreliable的service 不可靠的服务 所以丢弃之后呢 风包就丢弃了 那当然router通常把一个风包丢弃 他会通知说你的风包掉了 但是掉了就掉了 他也不会重送 或者说风包在传送的过程当中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router本身基本上 会把这个 这个等于说状况会回报 比如说刚提到 如果一个风包很大 那到一个router 然后这个风包说don't fragment 这个风包说不可以切割 但是这个router说 你说不可以切割 但是我找不到一条路呢 可以不切割 送的过去 那这个风包就会被丢弃 那丢弃之后呢 一样一旦被丢弃之后 这个router至少他们说 还会回馈啦 跟他说你的风包被丢弃了 那你想想看 我们也有可能发生一个限降 比如说你把IP扰子填错了 就是那个destination的IP填错了 或者说你那个destination的IP 那台电脑根本没有开机 比如它已经根本就是停电 那我们的风包送到最后面发现 送不到啊 比如说以这个例子 假设A送给B 假设B根本没有开机 那我们的风包就这样送到 送到这个router来了 就router往下送的时候送不下去 因为根本没有开机 所以这个router他也说 这个目的地没有办法到啊 他一样他也会回一个message 跟他说 我们叫做所谓的destination unreachable 就是没有办法接触到那个最后的目的地 等等 就是说虽然风包在internet上面传送 可是它是不可靠的 那风包如果因为某种原因被丢弃 那router不会再重送这个风包 不过router本身会把风包丢弃的理由 它的原因会再回传给我们这个source 让你知道说风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个router 它到底怎么样的运作 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 router本身在处理风包的时候 有两个最重要的table 一个叫做falling table 所谓的routing table 那routing table呢 以我们这个例子来看 我们这边有一个router在中间这里 那这个table就是所谓的routing table 那另外我们说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table 叫做ipmac table 就是ip跟mac的对照表 这个router现在这两个表都有 那在这个图呢 这个例子里面我们假设 这个router连了三个网路 我们说这个router连了所谓的lane1 这第一个网路 区域网路 那右边连了一个lane2 那下面有一个lanen 我们讲编号n 这个编号我们随便给 然后我们特别注意到 在lane2这边有两个station 一个是b 一个是y 然后在左边这边有连了一个a 这第二号一个x x在这里 就是xyab 然后这边还有另外一个router z 它也是连在lane1 这个是网路的架构 然后我们假设它的ip的位置的分配 我们上面有写 比如说这个ip是140.114.76 点78.68 这是78 或是78.69 这个是77.60 这是77.62 等于说我们这个lane1跟lane2 不一样的网路 我们有不同的ip的address 好 那特别注意一下这个router这边 这边有一个140.114.78.66 这是router接lane2的ip 然后这个router接lane1的 它有140.114.77.65 这就是它的ip 接下来我们就要用一个动画 来跟各位介绍说 当我这个b在送封包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封包到底怎么来准备 那也可以看得到这个封包长什么样子 好我们首先看 假设这个时候b它要把一个封包丢给y 那我们当然注意到这个b跟y 它们都是同时接在lan2 它们都连在这个lan2 这个封包怎么准备呢 就这么准备 就是说 好 我们看一下 首先 ip的datagram里面 sourceip 我们这叫source 就是b 然后destination的ip就是y 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 我们现在这个例子 是b要送给y 然后我们特别注意就是说 因为b跟y 它们都在同一个网路上面 所以呢 这我们的网卡怎么做呢 这个变成说 这是macb 代表b的网卡要送给y的网卡 所以特别注意到 这个macy在这个地方 那也就是说 这个macy 就代表说 我们这个封包 是要丢给y的网卡 y的网卡 这个封包 它就这样子丢到网路上面去 然后就到了这个y 我们特别强调就是说 b送给y 因为b跟y 它们都在同一个网路上面 那我要送这个封包 不用经过route 特别注意 不用经过route 所以我们这个封包上面的mac 我们的mac 这个地方 就是用y的mac 因为我直接要送给这个 这个所谓的y的mac 这是很特别的地方 这个地方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说 好 那接下来看看说 如果我要送的对象 是不一样的对象 我们再来看 接下来 我们说 如果是b要送给a b要送给a 就代表说 b跟a 事实上我们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看得出来 b跟a是在不同的网路 所以b要送给a 他必须经过route 那虽然要经过route 可是我们的这个封包 还是一样 在准备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IP这一层 我们有提到 整个internet 对于host来讲的话 就把它看成是一个logic network 就是说整个网路细节 我都不管 那我的IP 我要丢给对方 我只要有对方的IP 我们就可以把那个IP的封包 把它准备好 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 因为是b要送给a 所以我们的封包上面 第一个 我们有ipb 就是b的ipaddress 那我要送给a 所以我们这边有 a的封包address 好 这个封包是哪一个网卡送的呢 是macb 因为是b的网卡送出来的 好 那接下来最重要 最重要就是说 这个封包 因为你要送给a 可是a没有跟我连在一起 所以这个封包必须送给router 你要经过router转送 就要送给router 那送给router 怎么送给router呢 就是要有router的macaddress 就是router的网卡的位置 所以这个地方 特别特别注意 我们的封包 这个地方的mac 这个mac是这个网卡的mac 是router的网卡的mac 好 那我们把这个封包准备好 那我们就把它丢到网路上面去 好 那丢到网路上面去之后呢 这个router它就会收 那router为什么会收呢 就是因为刚刚讲的 因为我们的macaddress 是用router的macaddress 好 那这样的特别就是送下去之后呢 好 当然这个封包 然后我们讲 送下去 就到router了 好 那router会收起来 完全是因为 刚刚讲那个macaddress 我们设定的是router 所以router就把它收起来 那我们来看 那router收起来之后呢 接下来它要做什么事 当然它就去查表 我们讲 它必须去查表 它就去看说 好 那我们要 目的值要到哪里呢 因为我们说 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的目的地是要到a 所以我就到这个表来查说 a是多少 a是77.60 我们刚刚也看到 a的ip是77.60 那我们来看 说这个77 77这个网段 这个网段 跟我是直接相连 直接相连代表说 我可以直接送给它 那直接送给它 你就必须有它的macaddress 你要直接送给这个a 就必须有这个a的网卡 那a的网卡在哪里呢 在这里 还好我们这边有ipa 有maca 我们查得到 我们可以查到 就是说 当这个router收到这个封包的时候 它就用ipa去查表 查到之后发现说 这个a是直接相连 代表说 可以马上最后一段 可以送给它 但是你要送给a 你就必须有a的macaddress 这也没有关系 我们去右边这个table 去这边可以查一下 你就找得到它的mac 好 接下来就是 那我就现在要把它送给a router要把它送给a 我们来看一下 特别注意 接下来怎么跑 封包 好 router送给a 我们就注意到 它这个封包怎么准备呢 我们特别特别注意到这个地方 第一个sauce的mac 这个地方 这是router丢出来的 所以它的sauce的mac 就是这个网卡 就是router丢出来的 这个网卡 目前这个网卡 是这个网卡 是这个 是左边的这个网卡 然后最重要是这个地方 我的目的地的mac 是这个a的mac 变成说 这个封包本身 现在是从router的另外一边丢出来 然后直接丢给这个a a的这个网卡 然后a收起来之后 它就check一下说这个封包对不对 如果封包正常 它就把ip就丢给上面去了 好 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就看到说 当b要送给a的时候 它必须先把这个封包丢给router 因为没有直接相连的 通通都要丢给router 那你要丢给router 就一定要有router的macaddress 那router的macaddress 你有了之后 把封包准备好 丢给那个router router收起来 它就会开始处理了 那就会看到说 这个ip ipdatagram 到底要到哪里 如果直接相连 我就要它的mac 如果没有直接相连 我就要丢给router 下一个router 比如它可能会丢给 我们讲下一个router 如果不是相连的话 会丢到这个router来 那你要丢到这个router来 你也必须有那个router的mac 所以这个router的mac 一样会记在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一个router 运作的基本的这个道理 所以在刚刚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提到一个很重要 什么叫做intralang 跟interlang的communication 就是说如果我们的通讯 是在lan之间 lan之间的通讯 代表是说 我们不用经过router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frame 直接送到目的地 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我们通讯的对象 如果我们在同一个lan里面 我们不用经过router 我就直接送给对方 就这个macaddress 就是直接填对方的网卡的位置 mac 48个page 它就会收到 但是如果说像刚刚的例子 我们是b送给a 它是interlang interlang interlang代表是说 我是lan跟lan之间 那你就必须丢给router 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frame丢给router 丢给router 在这里 这个特别注意到 这是router的macaddress 要丢给router 就必须用router的macaddress 然后router收到之后 再转送 转送的时候 我们特别注意到 这个是router的mac 转送出来的 然后最后是给这个a 这是最后最后的目的地 变成说 从b要丢给a 如果要经过router 就要先送给router的网卡 然后router收到之后 它再转送下去 就这样一步一步 那从一开始 先丢给router router丢给ro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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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router ro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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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最后 router才给最后的destination 整个过程 在internet那边的传送 就是follow这样的一个机制 对 对 对